众所周知,汉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意味着除了郡县外还存在诸侯国。 自汉高祖刘邦灭一姓王,建立了一个刘氏天下起,诸侯王也日渐强盛。 而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吕后实行凶狠的打压政策,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 但是,汉文帝留恒继位后却没有延续履后这一政策,反而对诸侯王优荣有加。 即使在诸侯王肆意挑衅,不遵礼法的情况下,汉文帝也依旧对诸侯百般容忍。 既然说到了汉文帝的能忍,不得不首先说到她的生母伯太后。 民间俗话说儿子随娘,这位身世坎坷的女人,同样是一个能忍的人。 伯太后的本名,现在说法多种多样,真实姓名已不可考。 但说到她的身份,可以说既很好,却又很惨。 伯太后是苏州人,母亲是魏国的王族,但她的出生并不合法。 她是母亲和人私通的私生子,又兼秦朝治下,六国王族的身份非但不值钱,反而颇受打压。 伯太后小时候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与白眼交加,但这日子还要过,只能容忍,忍了没几年终于苦尽甘来。 大则乡起义一声炮响,六国移民翻身迎解放。 凭王族身份,成年后她嫁给了魏王豹为妻,也算是王族贵妇。 这个魏王豹虽说是一方王族,但人生追求却也不大。 其末农民战争中,起先她就想着跟对一个好主人,安稳地讨一块封地, 最后关起门来当个王爷。 却偏偏有个叫许富的算命先生,见了她的妻子伯夫人后立刻惊叹, 此女子将来会生个天子。 就因为听到了这一句话,魏王豹的心思活络了。 她生的儿子是天子,我是她的老公,那也就是说, 搞得魏王豹浮想联篇。 魏王豹心思活络了,行为也就活络了, 好好的魏王也不想当了,立刻扯其造反, 跟正在打天下的刘邦思破脸。 算命的都说我老婆的儿子是天子,我还怕你作甚。 可他哪是刘邦的对手,被刘邦的大将曹参几下子打得稀里哗啦, 为王豹兵败身死。 许富的卦,他到底还是没弄懂啊? 假如你老婆生的儿子真做了天子, 可这天子的爹,却未必就是你啊。 没弄懂的后果,对于伯夫人同样也是严重的。 王族贵妇是做不成了, 摇身一变成了罪犯家属, 发配到皇宫里当奴仆, 负责在纺织房当织女。 这织女的活可不好干, 整个皇宫上至帝王皇后, 下至太监宫女, 里里外外穿的, 全都出自织女之手。 劳动量大, 工作辛苦, 地位也低贱得很, 最重要的是人生没机会。 皇宫里的很多女子, 名义上来说都是皇帝的老婆, 但每个人的待遇差别很大。 不管你在苦在内, 改变命运的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被皇帝看重, 得到宠幸。 最好还能生个一男伴女, 也就有苦尽甘来的希望。 可混在纺织房, 这个想法就很不靠谱。 有哪个男人会闲着没事, 跑来看女人织布呢? 没办法, 伯夫人只能继续忍。 可不靠谱的事情, 竟然偏偏发生了。 当了皇帝的刘邦某一日心血来潮, 竟真到制布房来闲逛。 扫了一眼, 便注意到了伯夫人, 当时便觉得此女子非常顺眼, 接着就一纸照书调出制布房, 提到宫里做妃子。 可这妃子却是有名无识, 做皇帝的后宫加厉三千, 就算一天宠一个, 猴年马月也难轮到他, 只能独守空房继续忍。 这一忍, 从公元前206年, 一直忍到公元前的 202年, 刘邦总算有一天 踏进了她的房间。 正史的说法是, 宫里有小姐妹 说起这个女人的身世, 无意中被刘邦听到。 刘邦一时心血来潮, 就过来宠幸了一把。 也史上也有种说法, 是刘邦那天走错了门, 悟进了她的房间, 也就顺水推舟, 将错就错了。 心血来潮也好, 将错就错也罢, 她和刘邦 也仅仅做了这一夜的夫妻。 那夜之后, 刘邦再没来过, 可是, 类似的低概率事件 再次发生了, 就这么一夜夫妻, 忍了好多年的伯夫人 竟然有了身孕。 十个月后, 婴儿姑姑坠地, 是个大胖儿子。 这就是刘邦的四儿子刘衡。 凭此机缘, 她也终于在后宫嫔妃里 占有了一席之地, 有了作为妃子的名分, 搏击。 得了宠幸, 生了儿子, 有了名分, 所有的低概率事件 一连串的发生, 貌似好事都让她战权了。 可这时候她的处境 却似乎没太多改善。 宫里得宠的女人很多, 生不出孩子来得更多, 凭什么你春风一度 就能怀上了? 其他妃子们的妒忌白眼 自然是少不了。 而刘邦对这对母子 也没太多感情, 有了儿子以后, 搏击又守了八年活寡。 老公不搭理, 生了儿子遭人计, 后宫的嫔妃们 谁不拉帮结派呢? 谁没有个三亲六亲, 谁没个背景靠山? 明枪暗剑下, 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太困难了。 处境如此地悲惨, 搏击也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忍着过下去。 虽然她为刘邦生儿子, 但上上下下都知道 这对母子不被刘邦待见, 所以待见她们的人 也就不多。 赏赐少, 没钱去拉拢身边的太监宫女, 遭得白眼也就不少。 甚至连日常的生活, 有时候都要靠她自己织布去维持。 这样的环境下, 搏击养成了温和待人, 凡是礼让的处事态度。 她温和地对待皇宫里, 每一个下人, 哪怕是在低微的奴婢, 见了面都客客气气。 后宫的嫔妃们, 不管是地位高贵的, 还是地位比她低的, 有儿子的, 没儿子的, 一样恭敬相处。 就连儿子有时候淘气, 和其他房里的皇子发生了冲突, 不管李莹还是李亏, 都要带着儿子跟人家赔礼道歉。 就这样忍来忍去, 这个无根无稽的搏击, 成了后宫里公认的好人。 同时, 那几年嘻哈后宫的形势, 也真是成头变换大王旗。 在刘邦的晚年, 最得宠的嫔妃, 就是妻夫人。 这位妻夫人本名叫妻义, 山东定桃人, 不仅生得冒昧如花, 还是西汉初期有名的舞蹈家。 她的翘柳折腰之舞, 把刘邦迷得神魂颠倒。 刘邦衣锦桓香回故里徐州的时候, 就带上了妻夫人。 刘邦征讨匈奴失败后, 陪在刘邦身边, 夜夜抚平她受伤心灵的也是妻夫人。 刘邦晚年的后宫生活里, 不但妻夫人夜夜侍奉, 甚至俩人还经常在宫里举行大型歌舞会。 妻夫人每每亲自领唱领舞, 引得喝彩生一片。 别说比伯姬, 就是比起此时贵为皇后, 却长期和刘邦分居的吕后, 也实在拉风到了极点。 妻夫人不但气势拉风, 肚子也很争气, 给刘邦生下了儿子, 名叫刘如意。 偏偏这刘如意天姿聪颖, 生得俊俏, 很得刘邦喜爱。 而吕后的亲儿子刘盈, 虽早被立为太子, 可是性格懦弱, 做事愚钝, 常让刘邦有子不类负质感。 晚年的刘邦甚至有过换太子的念头, 幸亏群臣反对, 特别是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 从中立足。 张良甚至拉下老脸求人, 为太子请来了四位著名隐士, 商山四号辅佐, 才断了刘邦的念头。 刘邦的断念, 对妻夫人来说非常严重, 后果是毁灭性的。 在公元前195年, 刘邦前脚刚登腿咽气, 成为皇太后的吕后就开始反攻清算了。 独守空房十多年的老账, 那是要还的。 当年狠拉风的妻夫人, 当即被吕后砍断了手脚, 刺瞎了双眼, 扔在猪圈里被活活折磨致死。 她的儿子, 曾和刘盈争皇太子位的刘如意, 虽然被封为赵王, 并有即位的汉惠帝刘盈全力维护。 大恨得咬牙切齿的吕后还是不肯放过她, 最终派人将其毒杀。 此后的多年里, 为了巩固吕家外妻独大的地位, 吕后大肆诛杀刘邦诛子。 刘邦的八个儿子里, 除了亲儿子汉惠帝刘盈之外, 刘友被吕后囚禁后饿死, 刘徽被逼自杀。 刘剑虽然早逝, 儿子也被吕后派人杀掉。 这一脉绝了后, 幸存下来的人里, 其王刘肥是因其封地实力强大, 难以下手。 淮南王刘长是因为地处淮南, 天高皇帝远。 而伯姬与刘恒母子 能够在这场血雨腥风里幸存, 却还是败了一个字所赐, 那就是人。 事实上, 在后宫里大肆诛出一己的吕后, 非但不是伯姬的敌人, 相反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 吕后仇视的是刘邦生前 分外得宠的嫔妃们。 而伯姬和她一样, 也是独守空房数年, 相似的境遇, 让吕后对这对母子 反而生出了难得的恻隐之心。 作为皇子, 刘恒被封为代王, 封地在山西带地。 那里毗邻匈奴, 既穷又乱, 不是个好地方, 却也能避开皇宫里的 是是非非。 吕后掌权后, 伯姬多次请求, 要求去带地和儿子团聚。 对这个此时已经又老又丑的 失宠嫔妃, 吕后总算是人性化了一回, 批准了伯姬的请求。 一道去的, 还有伯姬的母亲和弟弟, 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 宫廷里的这一番鸣枪案件, 总算是平安躲了过去。 吕后去世之后, 功臣派与皇族派 联合诸沙吕是诸王, 接着就需要为汉帝国 拥立一个新的皇帝。 而在诸吕过程中, 毫无作为的刘恒, 却在此时被功臣派拥立为帝, 视为汉文帝。 完全可以说, 万众瞩目的地位, 刘恒却平白捡来。 他的母亲搏击, 顺理成章地从代王太后升级为皇太后, 可以说是苦了近半辈子, 最后意外甘来。 刘恒既不像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数年, 吃尽苦头才得到地位。 刘恒生来是皇子, 不必这么苦尽甘来, 也没有精力夺处争斗。 帝制历史上, 皇子们争夺地位几乎是常态, 刘恒之前就有赵王刘如意和太子刘盈的储君之争, 其激烈程度甚至令彪汉的吕后都惊慌, 跪地感谢支持刘盈的大臣。 而刘恒, 他没有经历任何斗争, 他一个述出不得宠且无作为的皇子, 就这么轻而易举登上地位。 最重要的是, 代王刘恒在灭吕的时候没有一点功劳, 真正在灭吕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是齐王刘相。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功臣派拥立新帝时放弃立大功的皇子, 转而支持丝毫没有功劳的刘恒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大臣们不喜欢有作为且有能力的皇帝, 若是皇帝无能, 权臣便可把持朝政。 比如齐王刘相立了大功, 已有威望, 肯定不受控制。 代王刘恒低调, 且无作为, 所以认为他容易被控制。 因此, 功臣们选择无作为的代王。 然而, 刘恒并不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 在他称帝以后开始打击权臣, 巩固皇权。 这大约也是周伯等大臣万万没想到的。